这些平时如果我们做物业投资 这些费用就不值得 不值得扔 我们不建议那个业主 这样浪费了几百磅 Hello 是John 在这个视频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门我们为什么要转了 那个方向开门 OK 我们平时做物业投资 记得在这个视频 我这个property 这个业主是用来自己 香港人用来自己住的 OK 他都这么大的装修 都不差在那个门 转一转了 方便他那个 我想是这样 用的空间好一点 OK 现在的门是这样开的 我们会倒转 门开在这里 因为这个位是死位 他以前的电制在这里 那我们移动了他来这里 OK 因为你开门 开在这里 你的电制还在那里 就不方便 所以我在这里开的 那这些平时 如果我们做物业投资 这些费用就不值得 不值得扔 我们不建议那个业主 这样浪费了几百磅 那这个案子 是自己住住 要方便自己 OK 那门这样开 会好用一点 他这样 可能你们觉得这些 这么小微的东西 没什么影响 我们就觉得做好他 开这边 你就多一点 就是个事体都好 漂亮一点 那我们所以 会来近 会帮个业主这样做 做了些准备工 是这样的 那希望你喜欢看这些video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装修的tips 和投资的tips 记得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给个like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 下一个video见 再见 再见